《卢艳丸》 《卢艳丸》最初再没有前途的四职库当差 他和冷宫是为凌云彻青梅竹马 两人彼此相爱 但是又因为在凌云彻身上看不到希望 对凌云彻的感情慢慢变淡 幸亏如意卖手帕 所赚的钱给凌云彻分了一些 凌云彻拿着钱给《卢艳丸》 才使得《卢艳丸》离开了四职库 前往照顾三公主 此后《卢艳丸》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皇帝 最终获得皇帝的音信 近身未答应 魏艳丸完成了从奴才宫女 到皇帝女人的华丽转身 接下来魏艳丸如何心狠手辣地进行宫斗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历史上的魏艳丸是什么样子的呢 魏艳丸的历史原型是孝宜淳皇后魏家史 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令妃 魏家史三等成恩公为清太之女 满洲正皇旗人 六父包已出身奴才 身份非常低微 后来魏台齐进入乡皇席 这样一来地位就提高了 魏家史比乾隆帝小十六岁 他的册封之路是这样的 十八岁被封为贵人 同一年被封为品 二十一岁被封为恋妃 三十二岁被封为恋妃 三十八岁被封为皇贵妃 此后直到去世 做了十年的皇贵妃 魏家史虽然生前没有被封为皇后 但是却做了十年皇贵妃 皇贵妃的位置是很高的 相当于父皇后 自从纯姬姬皇后死后 乾隆帝再也没有立过皇后 所以皇贵妃魏家是管理后宫九年 为什么是九年呢 因为魏家是作为皇贵妃 和纯帝继皇后 共同存在了一年时间 这一年时间当然是皇后掌权的 实的一提的是 这种皇贵妃和皇后 共存的现象 清代并不多见 因为皇贵妃的位得很高 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皇后在世的时候 不会立皇贵妃 这是皇帝对皇后的尊重和信任 所以清朝很多皇贵妃都是死后追封的 而魏家是竟然在纯帝继皇后 生前就被封为皇贵妃 这在清朝后宫是十分罕见的 另一位皇后和皇贵妃共存的 则是顺治帝的宠妃 董厄妃和孝慧张皇后 董厄妃被封为皇贵妃和孝慧张皇后 共同存在了四年之久 既然魏家是如此受宠 那么他事先的机会也很多 生的孩子也很多 他总共魏乾隆帝生下四儿二女 而且是在短短十年之内完成的 可见其生育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其中他的儿子十五阿哥永远 成为乾隆的接班人 即后来的嘉庆帝 嘉庆帝登基后 追封生母魏家是位皇后 其历史上的孝依纯皇后 感谢王贵妃